每個族群走到舞台中央 唸出族別跟問候語 為了慶祝台南四百年 市府跟文化中心共同規劃 台灣原住民族 碎石記憶及文物特展 展出各族的碎石記憶 服飾文化 生活器具 以及各族在新年節慶之間的 文化差異 而展覽不僅將法定的 十六個族群都展出 也把市立的原住民族 希拉雅族放入其中 加深民眾的認知 除了法定的十六族以外 我們還有台南四定原住民族 希拉雅族 那十七個族群的 碎石記憶的特色 都在展覽裡面 那我們今年把這個希拉雅 因為從他們復名證明 然後一直到大法官釋憲 然後承認 那其實在台南市政府 我們都是大力的支持 在開幕式中 能發現舞台上有熟語老師 做同步翻譯 而這也是展覽的一大特點 為了讓每個人 能夠平等無障礙的 學習到原民文化知識 跟享受文化之美 市府就與聽障團體合作 民眾只要事前預約 就有專人協助 進行首語導覽 在原民會的這個活動裡面 然後我們的首語翻譯員 跟同步聽打員 也把我們跟原民 所有的相關訊息 跟他們像剛剛介紹了 一個十六加一的族群 那我想說可能對於 很多聽障朋友來說 他可能是很陌生的 從在地共榮豐收和歡慶寺的概念 出發的文物展 從即日起展出到三月中旬 歡迎民眾利用春節假期 來到台南歸人文化中心 認識原民各族的文化祭典吧 以上老報紙台南市採訪報導